近日,四名在上海上学的新疆籍大三学生合伙开了一家新疆餐馆,在凤贤大学成火了 来此用餐的学生和当地居民络绎不绝 餐馆合伙人之一的阿布都西库尔介绍说 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他们四人开餐馆已有半年之久 目前还雇了五名新疆籍员工,每天一到饭点都忙得不亦乐乎 此外,他们开餐馆还获得了学校和家长的支持和鼓励 阿布都西库尔坦言,餐馆刚开的时候 四人遇到过不少问题 在获得家里启动资金支持后 为了节约开销,餐馆的装修都是他们四人张罗着干 而一到晚上客人多的时候,四人都要亲上证 为此还闹了不少矛盾 就那天我来的比较早一点 就感觉我干的比较多一点,他们干的少一点 就那会我们小吵了一架 经常抱怨,你没干,我干多了 你没干,我干多了 但后期想想,习惯了 现在都习惯了嘛 过来一起干,有快乐一起分享 有那些困难我们一起分担 现在也就下来了 这个店也慢慢开始上轨了 另一名合伙人凯塞尔介绍说 目前每天的银额在5000元左右 一个月下来15万元左右的流水 除去成本开销,利润还不错 由于场地不够用 隔壁店面也已被他们给盘了下来 先起初租的是这家店 后来我们后厨不够的原因 然后我们又租了这家店 来了,欢迎 这是我们的洗手礼 进门之前先要洗三次手 第一下呢 我祝你世界生理一帆分顺 第二下呢 我祝你爱情有分收 第三下呢 我欢迎你来到我们店 品尝美味的食品 谢谢 好,请 随着店面规模的不断扩大 生意越发红火 凯塞尔高兴地说 目前来此消费的群体中 大学生占到了60%到70%的比例 但他不希望被效仿 还是要以学业为重 具体情况也是因人而异 确实是因人而异 我觉得他应该选择在快毕业 或大三或大四之间 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因为一方面是课少 然后也有充分的时间 实际上他可以合理地 控制这些安排这些时间 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学业肯定不能拉下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